川普政策争议在天起庄 其中包括了公路、机场设施私有化 取消国家生态保护区 联邦众议员最近在论坛上面 也针对这些政策展开了强烈的抨击 联邦众议员赵美新和Grace Napolitano 15日在El Monte Grace Black Auditorium 华盛顿政策更新论坛发表演说 现场共有政商教育各界代表人士 约200人参加 由议员更新华府现行政策 以及议会议室的进行概况 Grace Napolitano首先表达对洛杉矶基础建设 资金短缺的担忧 也向国会提交了建造水利设施的法案 希望处在沙漠的洛杉矶早日解决用水的问题 他指出川普政府想要从交通、能源、水的项目中 削减经费 并促进公路、飞机场地基础设施私有化 Napolitano表示 私有化会让拥有设施的集团 依据商业考量而设置飞机飞行的路线 忽略社会大众的共同利益 第二十七区国会众议员赵美欣表示 现行的医保制度和税收制度急需两党共同合作 以建立一个对穷人富人都公平的税收制度 并拟定一个受益于大多数人或增价时的全民健保 他也同时肯定小型企业 近年来成为圣盖博股地区发展的力量 他指出 小公司不分党派 他很乐意把小型企业的发展中心带到圣盖博股地区 免费提供资金并拟定市场发展计划 提供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 最后他指出 近日川普政府对1996年以来的国家保护区域展开重新评估 这让相关团体非常担忧 联合向总统写信要求维持原有政策 最终结果将在8月24日出炉 赵议员表示 生态保护不分你我 这也是国家和全体国民的资产 希望政府可以避免因为错误的政策 让国家面临严重的生态损失 中央电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